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报名 这句话题我们说的是 拥有F-16以后的泽连斯基真的能打翻身杖吗 8月20号 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相继访问了荷兰和丹麦 这两个国家都确认将向乌克兰提供F-16战斗机 那么拥有了F-16的乌克兰政府真的就能打翻身杖了吗 在20号的核乌领导人的会见中 荷兰首相吕特尔宣布 在与美国和其他伙伴的密切合作之下 一旦满足移交战机的条件 荷兰和丹麦承诺将向乌克兰移交F-16战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F-16战机是乌克兰提升防空系统的重要一步 核乌统议在飞行员和工程师接受完培训之后 将一定数量的F-16战斗机移交给乌克兰 而丹麦的首相弗雷·泽里克森 这明确表示首批战机大约6架将从丹麦移交给乌克兰 希望在明年另外的8架从丹麦运往乌克兰 看来泽连斯基翘首已判的F-16战斗机 终于要加入到欧乌冲突的空中战场上了 但是依靠几架相对先进的战机 乌克兰就能够实现战场的逆转吗 从数量上来说 丹麦从2023年年底只能提供6架 到明年年底提供的总数能达到14架 再加上荷兰空军提供的F-16 到2024年中期 乌克兰空军可能装备F-16的数量 应该是在20到30架之间 单纯从数量规模上来讲 乌克兰空军航空军多日联系出动的能力 很难以保证与俄空军在多个战役方向展开 夺取制空权的战斗所需要的 再加上经过一年多的俄乌战争的打击 乌克兰的航空兵能否组织有效的地面保障和战斗引导 以及航空兵多梯队连续战斗转场 都要打一个问号 一款战术装备性能再优异 在战役层面上都是相对渺小的 更何况这种装备还没有数量优势 就像欧盟援助乌军的鲍二主战坦克 性能很先进 但真正上了乌克兰战场 一样的在雷区趴窝 说到性能 丹麦和荷兰援助的F-16 都是F-16AB 也就是布洛克20型 属于美国上世纪80到90年代 向欧洲国家大量提供的早期型 后期的主要改进 是为发动机增加电控模块 提高雷达信号的处理能力 更换内层更大 运散速度更快的 火控计算机 以匹配AIM-120系列中距空空导弹 改进之后的F-16AM或BM型战斗机 在空战性能上的 与美军自用的F-16CD 也就是Block 50到52批次相当 但是与俄军的S-35S和S-30SM 为代表的四代半战斗机 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主要是空中态势感知能力相对较弱 电子对抗能力不足 但是这些F-16型的战斗机 相比乌克兰空间目前的 只能使用半主动雷达制导的 空对空导弹的苏-27S和米格-29来说 还是要先进一个层级 确实提升了乌克兰空军的整体装备实力 现在战争打的是武器装备性能 更是打着作战体系系统的支撑 在乌空军使用F-16战斗机的时候 俄罗斯的空军军可以依托现有的空防作战体系 利用地面空军系统以及预警机这些平台 实现战场监视和指挥控制 同时加强空中兵力和地面防空火力的配合 从而实现对乌空军空防体系的全面战场优势 当然了夺取制空权 最好的方式还是将敌机消灭在地面 利用俄军现有的情报系统 依托俄空天军或者火箭军 实现对乌克兰空间F-16所在机场的精确打击 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北约援助给乌克兰的武器装备 一直被吹嘘的生乎其身 从海马斯火箭炮 平右弹 风暴阴影导弹 极速炸弹 以及到鲍尔坦克 现在F-16又登场了 但残酷的现实是 战争是对抗双方综合国力的较量 在现代一体化多维作战体系之下 想靠一两将神器 就能够实现战场态势的重大逆转 那无疑是吃人说梦 更何况美西方援助给乌克兰的 从来都不是他们压箱底的宝贝 好 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